宜兰南澳神秘沙滩发生沙滩车游客溺水意外 三车五人被潮浪卷入大海 经查业者不但没帮游客保险 游客也没有穿旧生衣 今天更有民众爆料 逐沙滩车违规营业 更有业者把废弃农机改装成50人做大型拼装车 可以载于整个游浪车的客人驰骋沙滩 违规行径更夸张 此轻型拼装车搭载大批客人 一旦被卷入海 后果更不堪设想 南澳乡神秘沙滩有大大小小海石洞 风光秀丽 吸引很多外地游客 昨天海向欠家 当地定制欲望游民曾劝阻沙滩车业者与游客不要进入 但两家业者都不听劝 下午三点多长浪带来 第一家和性业者与一对夫妻被卷入海 第二家无性业者带着游客暂时躲浪 五点多一行人车返回时 又有一对母女与西城的沙滩车被卷入海 经查 昨天发生沙滩车意外的游客 业者都没有帮他们保险 游客也没有穿旧生衣 据了解 游客租成一辆沙滩车每小时500元 有的业者直接让游客从大马路骑到海边 路上横冲直撞险像还生 还曾经连人带车掉到田里 当地民众更惊爆 除了沙滩车违规载客 更夸张是有业者把废弃农机改装成 可以载50人做的大型拼装车 专载游览车团客 名为海石洞专车 向团客每人收费300元 假日经常可见载客进驻神秘沙滩与海石洞 往返二个多小时 民众强调 违规改装车不但违规情节 比沙滩车更严重 汽车体轻皆灾客人数更多 如果被大浪卷入海 后果更不堪设想 记者联络拼装车业者表示 昨天因为神秘海滩出事 最近会先暂停一阵子 出发前都会看风浪 不会冒险 难保神秘海滩署 观音海岸野生动物重要机器环境 连物局罗东林管处表示 野生动物保育法仅规范开发利用需申请环境影评估 并没有禁止人车进入的规定 县政府表示 位于国家风景区的沙滩车才有管理规范 难保神秘沙滩的却陷入三不管 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 难保沙滩车违规载客酿人命 更有业者把废弃农机改装成50亿人做的违规拼装车 专载游规范车团客 车体轻载客一旦被卷入大海 后果更不堪想象 图读者提供 分享 难保沙滩车违规载客酿人命 更有业者把废弃农机改装成50亿人做的违规拼装车 专载游规车团客 车体轻载客一旦被卷入大海 后果更不堪想象 图读者提供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